防备他就是每一天晚上十下的发挥报道在整个标 办案警官的话使我们无比震惊 夫妻关系竟紧张到了这等地步 此后的发展也就不足为奇 只是董启林的妻子为何将他视若仇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2005年7月一个特别闷热的夜晚 董启林看到两个孩子都已落睡 便产生了和妻子侵略一下的念头 但他没想到自己刚要触过去 却看到了吓人的一幕 我觉得他当口的这么厉害 他妻子就不愿意 然后他竟然就拿来威胁他 他哥们的兄弟 好没看到吗 我的枪毛毛日子水到一头地 他然后姑娘水到一头地 在抢头这个单狱的时候 不小心然后花到 然后睡多了自己儿子 一上 包括人吃年后的年花了吗 也快了 包括人吃年后的年花了吗 也快了 前面的幼儿年上的一个刀吧 针对因为这个事发生以后 这个大悟心 发生了他们两个矛盾 更加切化 这一夜 容其林屈辱和有愤怒 对于妻子求意存在的怨恨 再也难以压抑 事实上 一段时间以来 容其林已经明显感觉到了 妻子的变化 她那种嫌弃自己的心态 早就暴露无遗 像那个兄弟 本身人有老师 可能又有点不差 那个在那个卫生方面呢 也是地方不差 那间谍那么一个样子 就是拿的都发地方的 她就是说我们兄弟 人才撇闹 行烟筹 行Q筹 有黑 有筹 她在我嘴巴上 爱追她 这个我给打点麻将 看到冬起冬起林 然后就打麻将 然后都对家里面不惯 然后她吓得很烦 打一次麻将 好像两个人打一回家 打一次麻将就打一次家 反正基本上反正三天 等于两天再吵 每一天 每一天是一起过来 心情不服 她把我做事 从三年甩的能处 她把我做事变了 然后再给打烂 然后我都甩她的衣服 我都把她衣服 塞在地上 塞在我的身上 这是他们之间 所有发生的抓住 但是实际上我们都不 我们也不爱过问 对于我们可以过问 你可以过问 那是他们家庭 家庭事情 小夫妻之间的吵吵闹闹 在外人眼里 不过是些寻常纠纷 但只有冬起林和妻子明白 矛盾的产生由来已久 这些年来 面对妻子 冬起林时常觉得 无话可说 冬起林时常觉得 这些人是真前面 很少鼓励这个 就是后来 很少鼓励这个 这个 嗯